一大票黑衣人衝進三溫暖 不過他們可不是來消費 而是進到顧客休息區 一人一坐占滿整場 就這樣作者不消費 不只嚇壞其他顧客 也讓店家十分頭大 他們進去以後是拿著浴袍 就自己給他坐在人家的休息區裡面 那根本不像是他消費嘛 你正常消費應該是裡面是沒有浴袍 眼看怎麼樣都請不走 只好通知警方到場處理 不過這42名男子 對於警方盤查 不知表情無奈 對於為何前來罷店也三間齊口 不過這樣的罷店手法 似乎相當眼熟 電影古惑仔中 黑幫為了妨礙對手做生意 就跑去假消費真罷店 和這回松山區知名 三溫暖遭到罷店事件 畫面拿出來比一比 手法根本如出一撤 但是這群罷店男子 不肯說明來意 店家想不透到底招誰惹誰 店家的部分 他說他們也沒有跟人家有任何糾紛 那這一群那個疑似幫派分子 他們也不肯講說是 到底是誰叫他們去的 只說他們自動自發 看看這家三溫暖所在位置 就位在松山區鬧區 銅東大樓裡還有酒店深色場所 不過對面就是台北小巨蛋 也臨近捷運小巨蛋站 但沒想到就在鬧區旁 出現幫派逞兇鬧事 警方將這42名男子全都帶回盤查 發現有不少人有幫派背景 但又不隸屬同一幫派 雖然初步懷疑罷電行為恐怕和債務糾紛有關 但真正的原因還得要持續揪出幕後主使者 才能真相大白 記者人民消耗之S&G小組台北報導